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对话 刚才在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啊 我们做了一个游戏 我们想象着黄玉光先生如今和大家一样 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拥有的就是一张注册资本十万元的营业执照 而且我们规定他不能够再用从前他所有的资源 这些资源因为都是靠黄光玉这三个字建立起来的 可能现在对于你来说 拥有的就是18年艰苦打拼剩下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我特别想知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你心里会害怕吗 实际上从我们在商业里头做事 商业行业里头做事 应该说这种危机感天天是有的 他说害怕我想没怕过 要怕的话可能就是把钱都抽出来 像刚才有哪位说买个小岛 原来这也是你生长在心里的一个梦想 我想不是这样 因为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要去想的 变成自己一种压力 或者一种谨慎态度去促势 然后说到再当我终于有那一天的话 来当个公司 我觉得从我这种人来讲 我觉得首先我不喜欢做买卖 不喜欢做买卖 可是我们知道你从17岁就开始做买卖 没大话 刚开始为了挣钱亚家糊口 最后就变成一种工作 最后不输不绝陷进去了 从我来讲我不想做买 那么不想做买卖 可能我也不会再做零售业了 可能会 我觉得太累 因为零售业实在是太难 在中国可能在座的很多 也可能都知道国美 特别是走出全国走向天津 碰到封杀 十几家商场对我们的量和抵制 那么从零售的过程来讲 实际上它的油层和管理 也是非常复杂 而且在操作的东西 在执行的东西 也是都是非常辛苦的 一个产品要从海偶搬到国美仓库 仓库要帮到送到家里头去 还人家还不能缩个步子 缩个步子你要 当然顾客就上币了 这我倒不是从发牢上的角度 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而且要很微光的去控制每个细节 否则的话 就是有一点差错 可能你这个品牌 可能就会或是信誉就会被毁掉 那么要假如说 非得今天让我当个公司 我倒觉得就是说 正好这位朋友也问到这个问题 但愿大家 我收到以后大家能够一块分享吧 就是说 实际上首先你要做什么事呢 我觉得呢 首先呢 你要有分析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喜欢不喜欢 我觉得并不是太重要 你懂不懂这专业 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 那重要的会是什么呢 有没有感觉 你就没有做买卖 有没有感觉 有了感觉之后 我觉得首先呢 你要有想法 对一个事有构思呢 一定要有想法 所以你做一个公司好 做一个行业好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宅 你达到目标的一个宅体而已 并不是实际上最关键的 所以做什么行业 我倒觉得 除了我不想做买卖之外 可能大家都想 我觉得呢 这场行业 我觉得 或者是多少钱 并不是最关键 因为 多少钱是一个比例 是你怎么 多少钱都是一个百分之百 你怎么去使用 我说你能够去创造 多少的无薪资产 能够来弥补你这个资金的部署 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 实际上 作为企业来讲的话 前调是两条 一个是实现 越来越多的有薪资产 然后可能大家一直在忽略的是 这个无薪资产 就企业的信用 个人的信用 是不是能够树立起来 那么这块要一旦树立起来 你说企业才终于有 可以发展的机会 能向上行业呢 我觉得呢 好像现在炒瓜子 好像也炒出大富翁来